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这是我想要的自由 不顺踪人潮的蠢涌 想要飞注定着风 这是我向往的点灯 不去把落幕的虹空 帆路过终在某种风 大家好我是小薇 我现在在广州最近在这边学了一些剪餐课 所以新疆旅行的视频一直更新很慢 很快又要回四川了 刚好在广州这边和勾勾老师约了一场直播 就是7月24号全天在完美总部直播 大家都知道完美是一家上市公司 副副品很好用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出菜走到哪里都是带着 四川升级2.0是很好用的 我还带了很多小样 每天都要用这个小红笔 这小金针和冻干面膜我每天都用 这个 这些是我在新疆那边在我自己橱窗下单的 这次直播福利更多更大 机智更惊喜 都说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和不爱自己的女人 不舍得为自己花米的女人 我们很容易活在别人的眼里而失去自我 还经常被各路人调侃嘲笑 何必了我们还不如勇敢的活出自我 去追寻自己的美丽和快乐 大家看我最近的视频更新慢了 因为我也舍得开始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来开始爱自己丰富自己 用不断学习来丰富自己 用旅行去拓展自己 跟良师益友同行 精进自己 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 因为沿途风景太美了 看一下 人机飞高一点点 太美了 又拍这坨好美啊 这个不香 看这个 这个好香 我要给他们自由 让他们让他们什么 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潇潇潇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可以 好吧你厉害一点 用嘴巴还是男厉害的 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魇 如果看见他 请别怕 神啊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默想 就算一着风一片 也一个眼神的触碰 都好啊 镜头的那一头 就是特格斯八卦城 如果你想避开新疆人挤人的景色的话 一定要走一条路 就是从特格斯导航到琼斯台 这条路呢其实人是很少的 它集合了新疆很多很多的这些元素 比如这个麦田 有人看到 没 你看呢 飞机飞上去拍个岩石 那个云 光影在地下滚的感觉 特别震撼的 然后呢 那一头呢 会拍到 夏日葵 哇 那女孩子一看到夏日葵 就疯了似的 就受不了 然后就要拍 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拍两个小时 夏日葵 然后 夏日葵拍完以后呢 那再往里走呢 会看到一个秋收的场景 然后就是当地的那些牧民啊 然后这些农民啊 他们就开始收 收类似稻子啊 还有红花啊 就收一些水稻 收一些庄稼啊 非常好看的 然后继续往里走的话 就是大草原 然后呢 草原呢是 带那个波浪的 就是让它起伏 然后光影 逆光是拍 真的很漂亮 一路走走听听 太美了 觉得很残忍知道吗 不是啊 你说的你的嘴巴厉害啊 不是 我一吹 我就想起了男人的头发 那么脆弱 一吹就没了 真棒 你在哪里找到的 那边 那边 就是品种不一样 刚才那个把我吹的好累 我们到了辣辣蹄 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了 哇 好好看哦 好多花 里面住宿 还种了好多菜 看到这院子这么美 我就想回我的老家 把我的小院再弄一弄 是要弄的 就想着 接近过年的时候 我就再弄吧 因为7月底 我就要房车出发西藏阿里到新疆 然后开运营车 自驾中央 很快又要恢复路上自驾游了 到时候就不是上车 睡觉下车拍照的日子 到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 自己开车 在让我过几天说 今天中午吃烤全羊 看这 种了各种各样的花 而且还可以摘菜 你看这小鹿 看到这个我要回去把我老家也这样弄一弄 多美啊看 带点黄瓜 四季豆 自己炒一炒 你看这各种菜 那里还可以户外围炉煮茶 这边还有个亭子 这里还有个 我坐在这上面晃悠晃悠 这也太好了 我们一进来哥哥都在这里 哇 这也太不得了 这个只有200万回吃的吗 没有 看一下这房间 太爽了 太爽了 看一下这里面 吃啥不啥 吃羊 谢谢 后面逼出大牆 谢谢 不用谢 完了 在新加要长胖了 今天聪明了 你应该这么说 你今天吃的是男人的料 我今天吃的是女汉子的料 今天我聪明了 戴了冰袖 墨镜 还有伞 但是我穿着短裤 这腿要黑了 我今天也聪明了 穿着T恤 穿着裤子还有鞋子 好像你昨天没穿裤子 哈哈哈 姚妹 史串还叫姚妹 这么多快递盒 我把无人机电池冲上了 就这些 吃的喝的小金针水乳 在这里休息到6点多 又要聚餐 晚上接着拍到11点就回来 如果拍星空的话 还会拍到凌晨两三点 这次又拆了很多益生菌 还吞了好多面膜 我们要去爬天山石林了 坐这车上去的要很久 爬的话要两个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